我觉得你跟佳佳之间应该保持一点距离。 深夜,我坐在床头,沉思许久终于开口。 蒋静轩不解,秦岚,佳佳是我女儿,我跟女儿亲近一点,有什么问题吗? 一点,那是一点吗? 一想到两人的那些事,我情绪就有些激动,蒋静轩,而大婢母,女大婢妇的道理你不懂吗? 佳佳已经十一岁了,她的身体已经开始发育了,你除了是她的父亲,你还是一个异性,男女有别,佳佳不懂,难道你也不懂吗? 蒋静轩轻吃一声,对我满事不屑,我跟女儿的醋你都要吃,我看你真是应该去医院看看脑子。 蒋静轩说完,站起身来,拿起手机走出了主卧。 我看着她离去的背影,愤怒地抬手一挥,将床头柜上的台灯摔倒在地上。 我知道,她又要去女儿房间了。 我叫秦岚,今年二十九岁。 我有一个特别宠女儿的丈夫,她叫做蒋静轩。 去年十二月,是我第一次察觉到蒋静轩对佳佳的行为有点奇怪。 那天,蒋静轩带着佳佳去上游泳课,回来后,我发现佳佳的大腿上有几道瘀青的印子。 佳佳,你以后注意一点,这腿都磕到了,女孩子要是留疤了,不好看。 磕到? 我没有磕到啊。 今天有爸爸保护我,我怎么会受伤呢? 没有磕到。 那印子是怎么回事? 我伸手将佳佳的裙子往上撩,指着她大腿上的印子问道,那你腿上的伤哪来的? 哦,妈妈你说这里啊,这是爸爸掐的。 我眉头皱起,一把江摊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的佳佳拎起,让她好好站在我的面前。 爸爸掐的? 爸爸为什么要掐你? 你做错什么事了吗? 我一边检查她身体的其他地方有没有瘀青,一边问道。 没有啊,佳佳耸肩白白手,我很乖的。 接下来,佳佳说出的话让我毛骨悚然。 爸爸说,我的腿滑溜溜的,白白的软软的,让他忍不住想掐佳佳低头看一眼我的腿。 嘴角微扬继续道,爸爸还说,妈妈的腿上可多毛毛了,摸起来一点都不舒服。 佳佳的语气里满是对自己的骄傲和对我的嘲讽。 我看着面前这张可爱童真的脸,忽然感觉有些陌生。 佳佳怎么会说出这种话? 蒋静轩又怎么能做出这种事? 我气急了,拉着女儿佳佳直接奔进蒋静轩的书房。 佳佳,把你刚刚对妈妈说的话,当着爸爸的面再说一遍。 可能是我的声音有些严厉,吓得佳佳话都还没说,就直接躲进了蒋静轩的怀里。 老婆,你这么凶干什么? 把女儿都吓到了。 蒋静轩一边说,一边将女儿抱进自己的怀里。 我看着她那双放在佳佳大腿上的手掌,心里泛起一阵阵恶心的含义。 蒋静轩,佳佳是你的女儿。 我跟她强调道,是啊,佳佳不是我的女儿,难道是我的儿子吗? 蒋静轩好像丝毫没有听出我的言外之意,笑得一脸宠溺地捏了捏佳佳的脸。 真的是我太敏感了吗? 可蒋静轩和佳佳之间,远不止这一点。 那天凌晨三点,我起床上厕所。 原本应该在我身边熟睡的蒋静轩此刻不见了踪影。 我抬眼,看向主卧内漆黑的卫生间。 蒋静轩不在厕所。 那三更半夜,她去哪了? 突然,我的心中萌出一个可怕的念头。 蒋静轩会不会在佳佳的那里? 我走出客厅,双手颤抖地打开佳佳的房门。 一阵清脆的憨声响起,我确定是蒋静轩。 我说这几天,蒋静轩怎么总是比我起得早,原来是根本没在我身边睡到天亮。 凌晨三点,我在黑暗之中足足站了一个小时。 直到,蒋静轩的憨声停止。 老,老婆。 被寒风唤醒的蒋静轩一脸慌张,看向站在房门口的我。 那一瞬间我笑了,蒋静轩你不心虚,那慌什么? 蒋静轩从床上爬起,透过微弱的月光,我看见了后背之下的距离。 她轻手轻脚地将房门关紧,脸上异样的神情也早已恢复如初。 老婆,你怎么醒了? 佳佳说她最近老是做噩梦,晚上怕,我就来陪她睡会。 是吗? 佳佳怎么没跟我说过这话? 蒋静轩一时语色,随后恼羞成怒地对我吼道,怎么没跟你说? 当然是因为一天24个小时,你有25个小时都在公司。 佳佳怎么跟你说? 我一脸不可置信地看着这个跟我并肩走入婚姻的男人,气笑了。 蒋静轩,这话你是怎么说得出口的? 我承认我的重心的确在事业上,但如果我不挣钱,就凭蒋静轩那点工资,怎么养活一家五口? 我妈是存了养老金,但蒋静轩爸妈没有,蒋静轩又是独子,所以赡养的义务也落在了我们的头上。 但我也有错,如果不是我这几年疏于对佳佳的关心和照顾,又怎么会让两人之间的关系走向其路? 思绪拉回,我将掉落在地板上的台灯时起。 一定不是我的问题,一定是蒋静轩的问题。 既然跟蒋静轩说不通,那我就从对佳佳的教育入手。 总之无论如何,不能让佳佳被蒋静轩这颗毒瘤给残害。 我起身,往佳佳的房间走去。 爸爸,你搞好了没? 我困了,我刚握上佳佳房门的把手,就听见屋内传来稚嫩的女声。 我手心颤抖了一下,蒋静轩在对女儿做些什么? 我奋力将门推开,眼前的景象吓得我眼前发黑。 蒋静轩正站在佳佳的面前,佳佳将睡衣高高聊起,撩到腰部。 蒋静轩,你在对佳佳做什么? 我冲上前去,一把推开愣住的蒋静轩。 我将佳佳搂紧在自己的怀里,摸着她的头抚慰。 佳佳别怕,妈妈在,妈妈在。 我抬眼,眼中力气深浓地看向蒋静轩。 滚出去。 蒋静轩张了张嘴,想说些什么,但最终还是没有说出口,转身出了房间。 房门关上后,我看向怀中抱着的女儿,柔声道, 佳佳,告诉妈妈,爸爸刚刚在对你做什么。 佳佳从我的怀中正脱开,脸上有些不悦,妈妈你凶爸爸干嘛。 我流血了,爸爸只是在帮我换掉脏了的裤子而已。 流血?换裤子。 我视线向后移,看向那条搭在床边,染上了血迹的裤子。 佳佳,你来立架了。 佳佳一脸迷茫地看向我,妈妈,立架是什么? 我心中一紧,果然是平时忽视了对女儿的教育。 使得女儿不仅连自己的身体变化都搞不清楚, 甚至出现这种事情都不第一时间告诉妈妈。 我拉起女儿的手,带着她去卫生间整理了一番, 又给她讲述了半个小时立架是什么, 以及要注意一些什么。 最后,我给她被窝里塞了个暖水袋,叮嘱她早些睡。 出了女儿的房门后,我看了一眼坐在客厅抽烟的蒋静轩。 佳佳来立架了,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秦岚,我还是那句话,你天天工作那么忙,哪有空关心女儿。 蒋静轩的借口还真是百花旗放起来了。 我再忙,也是跟他爷俩住在一个屋檐下。 我再忙,我能忙到哪里去? 我深吸一口气,既然你这么说,那好啊, 我已经跟公司请了两个月的假。 从今天开始,我来全职照顾佳佳,这两个月我没有收入, 所以你最好多跑点业绩,来养活我们这个家。 我话音刚落,蒋静轩轻泽一声,随后猛抽了一口手里的烟。 秦岚,佳佳是我女儿,我真的不知道你在担心些什么。 就算我有什么想法,佳佳还那么小,我怎么可能对她下手? 我对蒋静轩的辩解充耳不闻,直接走进卧室, 抱了一床被子进女儿屋里,跟女儿睡。 全职在家的这些天,我跟女儿的关系越来越亲密。 女儿开始逐渐拒绝蒋静轩的某些亲密的行为。 我看着眼中再也没有妩媚样,而是恢复童真的佳佳,深感欣慰。 佳佳,你在学校有喜欢的男孩子吗? 饭桌上,我一边给佳佳加菜,一边像朋友一样跟她闲聊。 虽然佳佳还小,但谁没年轻过,我说的喜欢,也未必是那种真正窃窃轰轰烈烈的喜欢。 小孩之间也有单纯的喜欢。 佳佳脸颊微红,看上去有些局促, 妈妈,你别瞎说,我不喜欢学校的那些男孩子。 看着佳佳这副害羞的模样,我打趣道,那佳佳喜欢谁? 补习班的男孩子吗? 佳佳摇摇头,我都不喜欢,我喜欢爸爸。 我笑了笑,此刻还不觉得佳佳说的这句话有问题。 那佳佳不喜欢妈妈吗? 佳佳也喜欢妈妈。 但是佳佳更喜欢爸爸,就像妈妈喜欢爸爸那样喜欢爸爸。 像妈妈喜欢爸爸那样喜欢爸爸。 我脸上的笑意僵住,手中的筷子疏然掉落在地。 五指慢慢收紧,指甲陷入掌心之中。 随后,我迅速冷静下来,对着女儿语重心尝道。 佳佳,你对爸爸的喜欢,跟妈妈对爸爸的喜欢,是不一样的。 佳佳瞪大双眼,像是在等待我解惑。 有了前些日子的铺垫,这一次的沟通进行得异常顺利。 我彻底将两人之间怪异的气氛打破,佳佳也懂得了如何跟异性相处,哪怕对方是他爸。 而我不知道的是,异场大战即将一触即发。 佳佳,过来跟爸爸一起练双人瑜伽。 某天傍晚,蒋静轩拿着瑜伽垫,一边对着佳佳的房门喊道,一边伸手压下佳佳房门的把手。 我坐在沙发上假装看电视,其实在观察蒋静轩的一举一动。 在听见房门咔嚓一声,但并没有被打开的时候,我能明显看到蒋静轩僵在了原地。 爸爸,你等等,我再换衣服,马上出来。 女儿已经学会锁门,保护自己的隐私,我很是欣慰。 可我是高兴了,蒋静轩却不乐意了。 秦岚,是你教佳佳锁门的? 是,又怎样? 我看着蒋静轩竭力压制着呼之欲出的怒气,冷笑道。 这些天蒋静轩都在忙于工作,根本没想到我对佳佳的教育进展能够这么迅速。 秦岚,我是他爸,不是贼。 蒋静轩,你的确不是贼,但你是个男人。 蒋静轩还想说些什么,但佳佳已经换好衣服出来了,他不想在佳佳面前跟我吵架,所以作罢了。 蒋静轩走近,一把拦住佳佳的肩膀,将他搂紧怀里,像是在跟我宣战。 佳佳抬头看我一眼,明显不自在地扭动了一下肩膀,想要从蒋静轩的怀中挣脱开来。 但成年男子的力量不是小女孩能抗衡的,尤其是蒋静轩还在气头上的时候。 我没说什么,静静地看着两人练瑜伽。 因为我不必说,佳佳的态度就是最好的回答。 爸爸,我不喜欢这个姿势,我们换一个恋好吗? 我闻声望去,投影幕布上正放着的瑜伽姿势。 那个姿势需要佳佳先整个人紧贴在蒋静轩的身上,然后蒋静轩拖住佳佳的腰,将佳佳整个人托举起来。 为什么? 平躺在地上的蒋静轩坐起身,一本正经地跟佳佳说道,佳佳,这个瑜伽可以促进血液循环,缓解压力,有什么不好呢? 不好,我就是不喜欢。 佳佳向后退了一步,双手护在身前,一脸地抗拒。 此刻,蒋静轩的视线掠过佳佳,落在了我的脸上。 我毫无畏惧地对上她的视线,像是在迎战。 片刻后,蒋静轩将视线收回,再次露出宠溺的笑意,那佳佳喜欢什么姿势,佳佳选一个吧。 当佳佳接过蒋静轩的手机,在手机上滑动进度挑选动作时,我看见了幕布上这个瑜伽视频的名字。 双人亲密情侣瑜伽,真够恶心人的。 佳佳挑来挑去,最后选择了一个比较简单且正常的动作。 爸爸,就这个吧。 蒋静轩看向手机上的那个动作,沉默了一会,开口。 佳佳,这个动作太简单了,不能达到锻炼身体的目的,我们换一个,好不好。 佳佳也沉默了,随后她低声说道, 爸爸,我是女生,你是男生,我不喜欢跟你贴得这么近。 佳佳语音刚落,蒋静轩疏然从瑜伽垫上弹起,抄起桌上的花瓶没有一丝犹豫地向我走来。 花瓶狠狠地砸在我的头上,玻璃碎片迎面而下。 一瞬间,剧烈的疼痛让我直抽冷气。 但跟头颅传来的刺痛而言,更让我感到疼痛的是,蒋静轩居然会对我动手。 她不该对我动手,更不该在佳佳的面前对我动手。 佳佳被吓得愣在原地,一张小脸煞白。 蒋静轩恶狠狠地弯了我一眼,随后丢掉手中的花瓶,转身将丢了魂的佳佳抱起,将她抱回自己的房间中。 此刻我瘫倒在沙发上,只觉得含义尽如四肢百孩,冷入心扉。 长发附在我血汗混合的脸上,脑子昏沉,视线模糊。 将佳佳抱离现场后,蒋静轩回来了。 她手中还拿上了纱布和点符。 蒋静轩一边将我从沙发上扶起,一边查看我头上的伤。 她语气平静像是什么都没发生一般。 秦岚,如果你不做这么过分的事情, 我也不会动手打你。 你知道的,家家的就是我的命。 我嘴角扯出讽刺的笑。 父爱就是蒋静轩的一块遮羞布, 她要以父爱之名,行不轨之事。 蒋静轩,你真是虚伪至极。 老子他妈的真是眼睛瞎了架给你, 你他妈的就是个畜生。 蒋静轩再次被我激怒, 他捏住我的下额,扬起手掌,狠狠地扇在我的脸上。 蒋静轩打我,我就伸手抓他的头发, 用锋利的指甲挠他的脸。 他每打我一个巴掌,我就挠他一下, 我将蒋静轩的脸上,脖子上抓出道道血痕。 但不管我挠他多少下, 都没有他打下来的巴掌结实。 那一个个巴掌打在我的脸上, 我的心从刺痛到麻木, 最后是心死如灰。 我知道,当蒋静轩拿起花瓶砸向我的时候, 这段婚姻就该结束了。 不知道扇了我多少个巴掌后, 蒋静轩累了。 老婆,只要咱们能像从前一样, 你努力赚钱养家, 我来照顾家家, 我马上就跟你道歉, 送你去医院, 以后我们好好过日子。 他抬手轻轻擦掉我嘴角溢出的鲜血, 轻声在我耳旁说道, 眸色却沉得害人。 蒋静轩比一般的家暴男更恐怖, 他家暴完后还会对你言听计从, 温顺乖柔, 让你心软, 再次掉入他的陷阱之中。 你若是不从, 他便会再次露出那副凶狠的嘴脸, 用尽浑身的力气, 将你撕碎。 但我秦岚发过誓, 绝不屈服。 你, 做, 梦。 我甩开他那只附在我唇上的手, 强忍着痛意, 字字清晰。 最后, 蒋静轩又朝我甩了几个巴掌, 然后将伤痕累累的我, 丢出了家门。 这种被家暴的感觉, 真是久违了。 我坐在医院里, 一张脸白的没有任何气色。 秦岚, 家暴只有零次和无数次, 你必须跟他离婚。 闺蜜李一山看着手上的验伤报告, 一脸的愤懑, 恨不得立刻手撕渣男。 离婚了, 家家怎么办? 李一山清泽一生, 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管家家, 家家又不是你的亲女儿。 如果不是因为家家, 你会受这一身的伤吗? 是的, 家家不是我的女儿, 是蒋静轩和她前妻生的。 家家三岁的时候, 我就嫁给了蒋静轩。 你问我, 为什么要嫁给一个 李一带着孩子的男人? 因为我是个丁克。 我书读得早, 21岁便大学毕业了, 毕业后, 我妈就开始给我安排相亲。 说女孩子那么努力工作没用, 不如早点找个好男人嫁了, 结婚生子。 找个好男人。 她自己明明就找了个烂人, 居然还对男人抱有期待。 可笑。 我跟她说结婚可以, 但我不会生子。 结果相亲的对象全都没了下文。 因为我选择丁克这条路, 我妈得了抑郁症, 只要我一出现在她的面前, 她就开始不停地询问我, 为什么不生孩子。 我一开始还能敷衍她, 后来她开始用自己的生命威胁我。 我实在没有办法, 找到了蒋静轩, 跟她扯了症。 还骗我妈说, 之所以不生孩子, 是因为我大学的时候意外怀孕了, 有一个孩子, 就是家家。 跟蒋静轩的婚后日子 过得还算愉快, 我们也渐渐日久生情, 深深地爱上了对方。 至今为止, 只有蒋静轩, 我, 还有我的闺蜜知道 家家不是我的亲生女儿。 因为我把家家当成自己的孩子一般, 尽全力给她最好的生活条件。 从三年前开始, 我所在的公司开始面向国际发展。 我也步步高升, 逐渐忽视了对家庭的照顾。 就是这短短的三年, 我的家开始变得支离破碎, 而这一切都是因为蒋静轩。 衣衫, 如果我跟蒋静轩离婚, 家家这辈子就完了。 我双手捂住脸颊, 声音颤抖, 而且家家一直都把我当作她亲妈, 如果离婚了, 她就会知道她没有妈妈了。 闺蜜一脸的恨铁不成钢, 那怎么办? 你就这样原谅蒋静轩, 然后一辈子活在家暴中吗? 衣衫, 我的验伤报告你帮我收好, 我要先去见家家一面, 再做决定。 你还去见她干嘛? 秦兰你别糊涂啊。 我拖着一身的伤回到家, 密码错误, 请重新输入。 狗日的蒋静轩, 密码换得可真快。 我忍着心中的怒气, 抬手敲门。 咔嚓, 门开了, 开门的是家家。 但家家看着满脸是伤的我, 非但没有心疼, 还一脸的冷漠。 虽然知道蒋静轩目前不会做出什么过分的事, 但我还是焦急地问道, 家家, 爸爸有没有对你怎么样? 没有。 家家垂着眼, 语气冷淡。 我察觉到家家的情绪有些不对劲。 家家, 你怎么了? 是妈妈这副模样吓到你了吗? 家家满眼的疏离, 手还搭在门把手上, 丝毫没有要让我进屋的意思。 她声音很平静, 你不是我妈妈, 我妈妈已经死了。 我眉头很皱了一下, 瞬间觉得良意入骨。 一瞬间, 滚烫的泪滴从我的脸颊滑落, 我一把将家家抱紧怀里。 家家, 你在说什么胡话, 我就是你妈妈呀。 家家奋力从我的怀里正脱开, 冷眼看向我。 爸爸说了, 你不是我亲妈。 撂下这句话后, 家家用力将门关紧, 将我关在门外。 我愣着许久, 脑子一片空白。 蒋静轩怎么能用这么龌龊的手段来对付我? 他怎么能告诉家家我不是他的亲妈? 我心跳逐渐失控, 掏出手机打给蒋静轩。 此刻, 我嗓音发颤, 蒋静轩, 你究竟想做些什么? 电话那头的蒋静轩嘲讽一笑, 秦岚, 我想做的, 不是都告诉你了吗? 如果你坚持要离婚, 家家的抚养权也还是会判给我。 如果你不想离婚, 家家已经知道了你不是他亲妈, 你觉得他还会见你吗? 秦岚, 夫妻一场, 我再指一条明路给你。 我们就当做什么都没发生过, 你回来日子照样过, 我跟家家说我当时说的都是气话, 你就是他亲妈。 此时我的心口如同被人活生生地撕开一条裂缝, 鲜血秘密流淌。 蒋静轩, 你恶心透了? 秦岚, 路就这么几条, 你自己选。 电话挂断后, 我深刻地体会到了, 什么叫做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什么叫做人渣? 蒋静轩前妻叫做金小玉, 死于癌症。 蒋静轩说的, 但是不是真死了, 没人知道。 因为我没见过金小玉, 只看过照片。 而蒋静轩的行为之所以这么异常, 是因为这两年, 家家长得越来越像金小玉了。 金小玉一直是蒋静轩心中的一根刺, 听说当年生下家家没多久后, 金小玉就跟一个有钱的富豪跑了。 所以, 蒋静轩才一直没告诉家家, 她的亲妈是金小玉, 爱得越深, 才恨得越深。 我知道蒋静轩的心底, 一直都对金小玉恋恋不忘, 因为有两次夫妻生活中, 她都把我的名字叫错了, 成了金小玉的名字。 因为爱屋即屋, 蒋静轩当然比我更宠爱家家。 但那是以前, 而现在, 蒋静轩是不正常的爱, 甚至可以说, 是恶心的爱。 接下来的路该怎么走, 我心中渐渐有了定夺。 我打了个车去闺蜜家, 将发生的事情 原封不动地告诉闺蜜。 太过分了吧, 这蒋静轩婚后 怎么变得这么快啊? 还有那个家家, 我要是你就什么都不管, 连夜跑路。 闺蜜说得对, 这件事要是放在任何一个人身上, 都不会在管丈夫前妻女儿的死活。 但我擒蓝不行, 我沉吸一口气, 对上闺蜜的视线, 如果蒋静轩正常的话, 我肯定不会顾及家家, 直接就跟她离婚了。 但, 你知道的, 一切尽在不言中, 我相信李一山会懂。 李一山抿了闽蜜, 轻拍了下我的肩膀, 所以, 你准备怎么办? 我要跟蒋静轩离婚, 并拿到家家的抚养权。 她满脸的不可思议, 秦岚, 你疯了吧, 蒋静轩是家家的亲生父亲, 法院怎么可能把家家判给你? 我轻敏唇, 眼神坚定, 所以我要拿到蒋静轩 对家家有不轨想法的证据。 秦岚, 在你来之前, 我已经问过律师了, 蒋静轩的行为 并没有达到侵犯的程度。 如果没有板上钉钉的证据, 你很难用这一点 来争夺到抚养权。 而板上钉钉的证据, 我相信你更不想看到。 我深知不会有板上钉钉的证据的, 因为蒋静轩说过, 就算我有什么想法, 家家还那么小, 我怎么可能会对他做什么? 我知道蒋静轩在等, 在等家家成年, 在等法律的漏洞。 他只要不断地给家家洗脑, 将家家变为自愿。 那这肮脏的关系, 就永远不会有拨开云雾的那一天。 一想到这, 我的心口就如藤蔓缠绕, 绵密犯痛。 我喉咙紧了紧, 无论如何, 我都要试试。 为家家, 也为我。 依珊, 你把那位律师的微信推给我, 我要跟他咨询一下抚养权的事情。 行, 我顺着蒋静轩的意, 回归了家庭。 蒋静轩也跟承诺的一样, 跟家家解释了这件事情。 小孩就是单纯, 丝毫没有疑心地相信了。 我托朋友买了针孔摄像头, 让整个屋子都处于我的监控范围之下。 我看着不再偷偷摸摸, 而是在我眼皮子底下越来越放肆的蒋静轩。 我希望他多暴露一点, 让我早日拿到有用的证据。 又希望他能回头试案, 守住这个家的最后一片净土。 我很少回家了, 甚至睡在公司。 但我时时刻刻都拿着手机, 盯着手机界面上的监控画面, 生怕错过一点点信息。 我将视频调出来一个个发给律师, 又看着律师发来的一个个否定的回复。 这日子, 什么时候才是个头? 再过两个月, 就是家家12岁的生日了。 12岁, 如此童真而美妙的年纪, 却因为蒋静轩而变得荒唐可笑。 正悲叹着, 一个陌生电话将我的思绪拉回。 外地号码, 我迟疑了两秒, 按下接听见。 喂? 哪位? 你是秦岚吗? 我是蒋家家的亲生父亲。 我神情恍惚一秒, 以为自己听错了。 喂? 听得见吗? 是, 我是秦岚。 跟对方约了下午见面后, 我陷入了沉思。 他是蒋家家的亲生父亲, 那蒋静轩是谁? 思绪越来越乱, 我暴躁地揉了揉头发, 越想大脑越是一片空白。 下午两点, 一家冷清的咖啡店内, 我看着坐在我面前的年轻男人, 他确实比蒋静轩更与嘉家神似一些。 你说你是嘉家的亲生父亲, 有什么证据吗? 需要什么证据吗? 去做个亲子鉴定, 不就什么都知道了。 我像是那即将溺水之人, 抓住了一块浮沫, 激动道, 那你什么时候有空, 我带着嘉家去跟你做亲子鉴定。 如果能证明蒋静轩不是嘉家的亲生父亲, 那我就有机会跟蒋静轩五五开了。 但转念一想, 面前的这个男人突然出现, 是不是想将嘉家带回自己身边? 我还正想着, 他开口了, 我今天下午四点的航班, 飞澳洲。 我眉头青醋了一下, 没懂对方的意思。 对方咧嘴笑了笑, 我的意思是, 这个亲子鉴定, 蒋静轩去做也一样。 我恍然大悟, 是啊, 不一定要证明面前这个男人是嘉家的父亲。 反向证明蒋静轩不是嘉家的父亲, 也是一样的效果。 所以, 这个男人的目的是什么呢? 请问, 抱歉, 我的航班要延误了, 有时电话联系。 我话还没说完, 对方就打断了我, 起身离开。 望着对面那空落落的座位, 我心情再次沉重了起来。 不管对方说的话是不是真的, 我都要试一试。 这是唯一能推动事情前进的方法了。 第二周, 我将收集到的毛发样本, 指甲样本, 以及蒋静轩抽过烟的烟蒂, 送到了亲子鉴定中心。 在等待结果的那一周内, 我没睡过一个好觉。 我不敢想象, 如果嘉家知道蒋静轩不是自己的父亲, 会是怎样的感受。 我更无法想象, 蒋静轩究竟知不知道 嘉家不是自己的女儿这件事。 亲子鉴定机构内, 黑白色的走廊有些昏暗, 我看着来来往往的人群, 有人欢喜, 有些人忧愁。 秦岚, 叫到我了。 我双手颤抖地将身份证放在识别机器上, 等待检测人员将报告递给我。 报告一定要拿好, 原件只有一份, 丢了不能补, 只能重新花钱鉴定。 我伸手接过他递来的报告, 那是一个A4纸张大小的信封, 上面贴了封条。 将身份证收好后, 我一边往医院外走, 一边撕开信封上的封条。 来之前我想过, 看这份鉴定报告的时候, 是不是需要一些仪式感。 或许我应该找一个雅致的餐厅, 再点上一些香槟蜡烛。 毕竟, 这一张薄薄的纸, 就会将我们这个家庭的命运再次打乱。 但真正开封的那一瞬间, 我只想知道结果是否如我的意。 报告结果写着, 检验样本之间DNA不匹配程度较高, 不具备血缘关系。 佳佳真的不是蒋静轩的亲生女儿。 那一刻我笑了, 如获新生。 我将鉴定小心翼翼地收好, 双手发颤的拨通律师的电话, 将这个喜讯告诉她。 那蒋佳佳的亲生父亲呢? 是什么意思? 是啊, 佳佳的亲生父亲, 会把佳佳夺回去吗? 佳佳的亲生父亲, 也会像蒋静轩一样对待佳佳吗? 无数个问题充斥着我的大脑, 我只觉得头都快要炸掉了。 最后只道出四个字, 我不知道。 我是真的不知道。 事情比我想象中发展还要迅速, 我还没来得及跟佳佳的亲生父亲 好好商量佳佳的事情。 佳佳就出事了。 那是一个平常的, 再平常不过的下午。 我提前下班, 回了家。 蒋静轩没在家, 只有佳佳在。 佳佳, 作业做完了吗? 这段时间, 我都是在监控里, 关注佳佳的动态, 所以想趁着蒋静轩不在, 跟佳佳交流交流。 没有。 冷漠的铜声从屋内响起。 佳佳这又是怎么了? 上次蒋静轩跟她解释过后, 明明我们的关系回到了从前, 难道蒋静轩最近又对她说了些什么吗? 我轻轻敲门, 家家, 把门开开, 妈妈想跟你说说话。 妈妈, 我今天上学累了, 有什么事每天在说? 我抬起的手在门边举了举, 想再说些什么, 最终还是放下了手, 没再说话。 毕竟孩子大了, 也有自己的隐私和拒绝的权利。 我告诫自己不要多想, 转身朝着洗手间走去。 这时, 我将纸巾丢进垃圾楼里时, 发现了一张带着血迹的纸。 我一边洗手一边思考, 家家上一次来立假是两周前。 那这只是什么情况? 不规律吗? 思虑再三, 我回到家家房门口, 一顿好说歹说, 她总算是开门了。 家家, 你又来立假了吗? 没, 没有啊妈妈。 她神色略微慌张, 语气也有些不自然。 是吗? 那, 我视线下移, 直接扫到了她裙子上鲜红的血印。 我一把将家家从房间内拉了出来, 仔细查看了一番后, 我直接带她去了医院。 经过诊断后, 我让闺蜜把家家先带出诊室, 单独跟医生交流。 医生一边对着电脑打字, 一边道, 没什么, 撕裂了而已, 这种年纪的小孩就好动, 跑步啊, 骑车啊, 导致撕裂很正常。 我沉默一刻, 低声问道, 没有被侵犯的痕迹吗? 医生愣了一下, 随后道, 侵犯? 没有, 一点外伤都没有。 那真是她妈奇了怪了, 家家今天连一节体育课都没有, 怎么可能会剧烈运动? 家家今天这副异样的神情, 分明就是有事。 我将医生的诊断书收起后, 给闺蜜发了个消息, 随后一脸沉重地走出诊室。 妈妈, 我, 没事吧? 家家问得小心翼翼。 我蹲下身来, 将家家抱进怀里。 此刻我声音颤抖, 家家, 别怕, 哪怕你得了癌症, 妈妈也会一直陪在你的身边。 家家脸色一僵, 癌, 癌症, 我低声抽气了一下, 家家, 妈妈本来不该跟你说的, 但是妈妈想让你在最后的这段时间里, 活得开心一点。 不可能啊, 家家咬了咬嘴唇, 眼中闪着泪花, 妈妈, 我上次体检都很健康, 怎么会? 家家大哭了起来, 怎么会突然得了癌症啊? 家家乖, 不哭不哭, 我拍拍她的肩膀, 轻生抚慰。 医生说是, 突然地病变, 家家想一想, 最近有没有做什么不好的事情。 最近, 今天爸爸, 我抬眼, 示意闺蜜拿起手机开始录像。 这一刻, 我终于无法再忍。 我要蒋静轩这种人渣付出代价。 现在就要。 从医院出来后, 我叮嘱闺蜜, 照看好家家, 随后直接去法院提起了离婚诉讼。 为了防止蒋静轩发疯, 我同时以猥亵儿童罪报案, 将蒋静轩拘留到了警察局。 警方紧急立案, 将蒋静轩逮捕了起来。 我手上的证据虽然不能直接给蒋静轩定罪, 但足以将他关在警察局调查十几天了。 等蒋静轩从警察局出来, 法院就开庭了。 他没有任何时间去准备跟我对抗的资料, 因为闺蜜给全市的律师都打好了招呼, 不接蒋静轩的案子。 蒋静轩被带到警察局时, 看我的眼神如是死雾, 秦岚,你好深地诚服。 我笑了笑, 只是为母则刚。 他冷笑一声, 秦岚, 蒋家家姓蒋, 她是我的女儿, 你无论用什么手段, 法院都不会把她判给你的。 哦, 是吗? 看来她还不知道事情的真相。 我轻轻凑近她的耳边, 蒋静轩, 家家不是你的女儿, 你不知道吗? 接着, 她满脸的惊慌看向我, 秦岚, 你怎么知道的? 那一刻我愣住了, 难道蒋静轩一直都知道 家家不是自己的女儿? 那她所做的这一切, 话还没说完, 蒋静轩就被警察押进了警局内。 我整理了一下头绪, 既然已经走到撕破脸这个地步, 那就没有回头路了。 在警局外的便利店随便买了点关东煮, 我拨通了家家亲生父亲的电话。 喂, 您好, 您还在澳洲吗? 关于家家的事情, 我想请你帮个忙。 将我申请为证人, 开庭时间发到我手机上, 我会尽快回国。 那个, 我话还没说完, 电话就被挂断了, 随后一条信息发到了我的手机上。 是对方的姓名和身份证号。 金浩, 他也姓金, 在将电话拨回时, 已经无法接通了。 我咬了一口丸子, 翻出通讯路, 打了几个电话。 挂断电话后, 法院来了短信, 五日后开庭。 在公司摸爬滚打了这么多年, 爬到管理层, 我手中的人脉总算是有了用处。 将开庭时间发给金浩后, 我去了一趟医院。 不知道蒋静轩这几天 在警察局过得怎么样, 反正我是前所未有的舒畅。 这几日, 在闺蜜和我的悉心引导下, 家家才慢慢吐露出了 内心最深处的声音。 她说, 自从我跟她深聊后, 她自己也上网查阅了相关资料, 知道爸爸这样的行为是不对的。 但她相信爸爸不是那样想的, 她也问过爸爸很多次, 爸爸说这只是对家家的爱而已。 所以, 她选择相信爸爸。 蒋静轩, 哪怕你知道家家不是你的女儿, 但朝夕相处的十一年, 都五不热你的心吗? 你该让家家多失望。 妈妈, 爸爸是不是被抓进警察局了? 爸爸还会被放出来吗? 家家还能看见爸爸吗? 我的心狠狠刺痛了一下, 你蒋静轩, 配得上女儿的爱吗? 我深吸一口气, 决定让家家也作为旁听出庭。 我要让家家彻底看清蒋静轩的为人, 不会再给蒋静轩任何一个接近家家的机会。 开庭日, 蒋静轩直接从警察局被带到了法院, 审判长宣布正式开庭。 我陈述完肃请后, 蒋静轩开始发表自己的答辩意见。 我不离婚, 没对女儿做过那种事, 她连孩子的醋都吃, 孩子不能判给她。 审判长没说什么, 速声道, 被告答辩完毕, 下面进行原告矩正环节。 这是我当事人的一份验伤报告, 被告于20乘以2年5月10日对我当事人进行了殴打, 存在家暴行为。 我看着蒋静轩瞳孔慢慢瞪大, 激动地站了起来, 指着我的鼻子骂道, 验伤报告。 秦岚, 原来你早有预谋, 这都是你设的局。 被告, 请你控制一下自己的情绪。 审判长, 这是我当事人在家中录下的视频, 视频里蒋静轩对蒋佳佳存在过于亲密的举动。 这算什么证据, 我跟我女儿亲密一点怎么了? 审判长, 秦岚这个女人就是有病, 她连女儿的醋都吃。 蒋静轩看向一旁旁听席上的蒋佳佳, 佳佳, 你说话啊, 爸爸这么爱你, 怎么可能对你做出这种事啊? 佳佳眼神闪动了一下, 嘴唇抿了抿, 最终没有开口。 我方律师继续举证, 审判长, 这是一份当地亲子鉴定机构的检测报告, 上面显示, 蒋佳佳并非是蒋静轩的亲生女儿。 虽然已经给佳佳打过预防针了, 但此刻, 我还是看出了佳佳眼中的难过。 此话一出, 蒋静轩好像疯了, 她神情暴力凶狠, 眼中染着忘无边际的恨。 秦岚, 你就非要走到这一步是吗? 审判长再次敲锤, 被告, 请控制好你的情绪。 原告, 请问你还有证据需要举证吗? 我们还有, 我伸手拉了一下律师, 示意他先不要继续举证。 因为, 我想听一听蒋静轩如何辩解。 下面由被告进行致证。 审判长, 我的确不是佳佳的亲生父亲, 但是佳佳是我前妻的女儿, 我怎么会不把佳佳当作自己的亲生女儿呢? 我只是太爱她了。 至于她举出的这些证据, 除了我打了她, 其他都是她的主观猜测。 审判长, 我同意离婚, 但孩子的抚养权必须归我。 她才29岁, 以后肯定还会嫁人, 佳佳跟她没有任何亲缘关系。 我无法想象以后她生了孩子, 佳佳会过上什么样的日子。 我是爱女儿的, 从她出生开始就是我一直在照顾, 我怎么会伤害我的女儿? 我只是太宠她而已, 难道父亲宠爱女儿也有罪吗? 由于这是民事案件, 我报案蒋静轩猥亵佳佳是刑事案件, 所以不能一起开庭。 而没有将视频作为证据呈上, 是因为我有必胜的把握, 而且佳佳在场, 我不想让她在还没有准备好的情况下 受到众人的审判。 一旁的蒋静轩父母也开始激情发言。 是啊,审判长, 我们家静轩一直把佳佳都当作亲生女儿对待。 我们都是今天才知道, 佳佳居然不是静轩的亲生女儿, 但你们可以问街放邻里, 老师同学。 佳佳从小到大, 那天不是我们静轩去接送上学的? 静轩对佳佳的爱是实打实的呀。 这个坏女人整日整日地不着家, 肯定是在外面有了男人了, 自己又不想生孩子, 所以才想离婚, 还要把我的宝贝孙女给带走。 听见蒋静轩母亲说的这些话, 我都想笑。 如果不是我整日整日地不着家, 你俩老人家能吃喝不愁吗? 我本以为到这个地步, 蒋静轩会有所悔意, 但他应该是判定只有家家的口述无法定罪, 所以死不悔改, 想为自己脱罪。 既然蒋静轩的狗嘴里说不出什么好话, 那就不必等了。 我是一律师可以让证人禁庭作证了。 大门打开, 当金浩走进来时, 我能明显看见蒋静轩正愣了一下。 我拧了下眉, 他俩认识。 审判长你好, 我是原告的证人金浩, 也是被告蒋静轩前妻金小玉的弟弟。 果然跟我猜得没错, 我就说, 这人这么年轻, 怎么可能是家家的亲生父亲? 蒋静轩有些激动, 直接从被告席上站了起来, 你想干什么? 你姐姐小玉已经离开我了, 你也想把家家从我的身边夺走吗? 金浩吃笑一声, 则,蒋静轩, 你怎么还装深情角色呢? 接着, 他从包里拿出来一叠资料, 审判长, 这些是蒋静轩与我姐姐生前的短信来往。 我方律师愣了一下, 小声呢喃道, 怎么还当庭提交我都没看过的资料? 金浩看他一眼, 解释道, 不多, 只有五页, 不过每人都有份。 我挑了挑眉, 还有这一首。 证据分发到手, 我看着蒋静轩发的那些文字, 恨不得立刻回到八年前, 宁死都不跟他结婚。 金小玉, 你他妈的跑了是吧? 你跟那个野种的孩子不要了是吧? 金小玉, 你给老子等着, 你欠的债, 你女儿来还。 金小玉, 我都计划好了, 你敢离开我, 我就要让你女儿这辈子都不敢离开我, 你就等着你女儿成年那一天吧。 突然, 全庭肃静之时, 蒋静轩开始狂笑, 他面色阴沉可怖, 语气中邪卷满满的恨意。 金浩, 如果不是你姐姐先对不起我, 我怎么会报复她的女儿呢? 金浩一拳狠狠砸在台面上, 如骤然发疯的野兽怒吼道, 是我姐姐对不起你吗? 如果不是你, 把我姐姐丢在高速公路上, 我姐姐怎么会受到侵犯? 蒋静轩冷哼一声, 满脸的讽刺, 我怎么知道她会被人侵犯? 我也跟她道歉了, 我还同意娶她了, 但她为什么要跑呢? 我都接受她跟那个野中了, 她为什么要跑呢? 野种两个字狠狠地将我的心刺痛了一下, 我抬眼看了家家一眼, 此刻她双目正冷, 泪水一滴又一滴地从眼角滚落。 畜生, 我在心中狠狠怒骂。 金浩彻底怒了, 她直接从正人的台前冲了出来, 一把扯住蒋静轩的衣领, 吼道, 蒋静轩, 她那天不是跟男人跑了, 她是去自杀。 自杀你知道吗? 你知道17岁的我一回家, 就看见满地的血是什么感受吗? 你知道我把她送到医院, 医生说, 再晚来一步, 舅舅不活了, 是什么感受吗? 你当然不知道, 因为你就是个畜生。 从医院出院后, 我姐姐就疯了, 精神病加抑郁症, 为了给她治病, 我们全家移民去了国外, 为了给她治病, 我们家掏空了所有的积蓄, 甚至欠下了几百万的债。 可最后她还是自杀了。 蒋静轩, 你说你还配不配活着? 不可能, 这不可能, 蒋静轩的怒吼声充斥整个法庭。 你撒谎, 金小玉就是跟男人跑了, 她丢下野种羞辱我, 自己跟一个富二代跑了, 我妈亲眼看见的, 你还在这里胡说。 蒋静轩鹅脚青筋突起, 情绪彻底失控。 金浩冷笑一声, 转头对着蒋静轩母亲问道, 你真的亲眼看见了吗? 看着金浩阴沉的脸色, 蒋静轩母亲有些心虚, 我, 我那时不想让我儿子伤心, 我, 我瞎说的。 当, 审判长垂落下, 法庭瞬间噤声。 金浩松开蒋静轩, 转身对着审判长拘了一躬, 感谢他等自己说完了, 才强调法庭纪律。 原告, 既然蒋家家跟蒋静轩没有血缘关系, 那根据法律规定, 原则上, 你不具有对蒋家家的抚养权, 在你满三十岁后, 可以向法律申请领养蒋家家。 我方律师开口, 审判长, 蒋家家有母亲, 还把他判为孤儿是不是太过于残忍了。 审判长垂眼思索了片刻, 开口, 原告, 我问你, 你才二十九岁, 跟被告离婚后, 你是否会再婚生子? 我面色平静, 早就知道审判长会对这一点发出疑问。 我方率先律师站了起来, 审判长, 我的当事人是个丁克。 审判长否决, 法律上并不承认丁克就不会和不能生育。 我站起身来, 轻笑了一下, 风轻云淡倒, 我不是真的想丁克, 我是, 没有生育能力。 审判长助理起身从我的手上将检查报告拿了过去, 我垂下眸子, 没有看众人的眼神。 崭新的, 今早八点刚从医院拿到的报告。 上面写了, 秦岚, 女, 二十九岁, 无生育能力。 五分钟后, 本庭宣判, 蒋静轩, 秦岚两人准与离婚, 蒋静轩净身出户, 并剥夺蒋静轩对蒋家家的抚养权, 蒋家家的抚养权规秦岚所有。 终于, 在二十九岁这一年, 我胜了。 一个半月后, 蒋静轩定罪了, 五年有期徒刑。 蒋静轩入狱那天, 我带着家家跟金浩去祭奠金小玉。 金浩站在金小玉的坟前, 狠狠抽了一个小时的烟。 结, 蒋静轩坐牢了, 家家现在遇到了一个好妈妈, 她会过得幸福的。 我相信秦岚以后会好好帮家家选择结婚对象, 不会让家家的命运像你一样。 我问金浩, 为什么这多年过去了, 现在才回来。 金浩说, 家里的债一直还没还完, 澳洲那边扣着她的护照, 不让她回国。 她还说她今晚的航班, 又要回去继续还债了。 我问她还欠多少, 我可以免惜借给她, 当作感谢她这次出手帮忙。 金浩猛吸了一口烟, 眼里透出一股狠劲, 不用了, 还剩五年就还了。 五年后, 就是蒋静轩出狱的日子, 金浩想做什么, 我好像知道了。 金浩走之前, 摸了摸家家的头, 金家家, 以后要听妈妈的话, 好好长大。 是的, 我给家家改名字了, 因为希望家家能带着金小玉那份 一起好好活下去。 秦岚我叫秦岚, 也可以叫我家家。 因为在很多年前, 我就是家家, 我有着一个跟蒋静轩一样的父亲。 只不过我的父亲比蒋静轩更恶心, 他从我十二岁开始, 就趁着我母亲不在家, 对我行不轨之事。 当我的衣服第一次被撕碎在地的时候, 我就恨不得将秦木千刀万挂。 但十二岁的女生, 怎么会有跟成年男子抗衡的力量? 每当我奋力反抗的时候, 都会被他狠狠丢在地上, 然后拿着厨房的菜刀抵在我的头上。 他威胁我, 如果说出去, 就把我和我母亲都杀了, 然后他自己再自杀。 我知道他是敢这么做的人, 因为他本来就是个酒鬼烂人, 整日游手好闲, 家里的钱全靠我妈一个人挣。 所以, 我只能每晚每晚地盼着我妈能够早点下班回来, 因为我妈早点一秒, 就会早一秒结束。 这样的日子持续了整整四年, 虽然我没有一刻不再想死了算了, 但我还是门门考试第一, 考上了重点高中。 在高二的某一天, 老天终于有眼, 我那恶心的父亲, 在回家的路上, 被一辆大卡车撞死了。 卡车赔了钱, 但全被秦木爸妈给拿走了, 一分没给我们母女留下。 但无所谓, 因为秦木死了, 我跟我妈过上好日子, 是迟早的事。 在秦木的葬礼上, 所有人都在哭, 只有我一个人一滴泪都没掉, 甚至还仰起了嘴角。 终于,我要拨开云雾见天日了。 就当死寂的心开始燃起希望时, 我开始生病了。 因为学业和难以开口, 我一直忍着没有去医院。 直到高考结束, 我去打了一个月的暑假工, 才有钱去医院看病。 医生说我拖得太晚了, 各种炎症导致输卵管直接堵塞了。 医生说我不会有自己的小孩了。 那天我坐在医院的儿童科门口, 坐了一个下午。 我想起我被欺辱那两年 给自己定下的目标, 以后一定要生一个女儿, 并将她保护得跟公主一样, 绝对不让任何人欺负她。 但我再也不会有这个机会了, 因为秦木死了都不放过我, 要让我这一辈子 都活在她的阴影之下。 大学毕业, 我试图将这段过往画上句号, 所以丁克成了我的保护色。 我无时无刻不再麻痹自己, 我不是不能生, 我是怕痛, 怕身材走样, 怕生产后一症而不想生。 跟蒋静轩结婚的前几年, 我确实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家庭的快乐。 我将家家当作我的亲生女儿, 我心中暗暗发誓, 一定要守护好家家。 所以当蒋静轩的举动 有一丝不妥的时候, 过往的经历就会唤起我敏锐的感知。 这也是为什么 在大家眼中很正常的举动, 在我的眼中会是一根刺的原因。 所以, 在察觉到蒋静轩的意图后, 我就算拼了这条命, 也要将家家从深渊旁边 带到光明之处。 当年的家家没有遇到秦岚。 今日我身为秦岚, 必定要护下家家。 全文完。